苏妍的汤菜穿有点日本风的红裙 镜上带一条红宝石锦链 与一名短发女子合照 取材自微博被传世周永康的情夫 解放军员歌唱家汤菜汤菜 七年前被传世按入狱后小声拟气后 其尽照近日在网络出现 尽管它满面笑容 但风采不在 波文憔悴 有中国媒体此前报道称 唐菜其实已于2016年初减刑出狱 去星宝日报今天去日报道 海外明镜网创事人和平 前天5日于推特发布上述照片 显示唐菜穿红色脸身裙 代发说和一名年长男子同坐在沙发上合照 据报道 照片由唐菜的关系人提供 合照男子是唐菜的老师 和平在推文中称 2011年12月 明镜报道唐菜被捕消息之后 网络遭到黑客攻击 用人高知是中国员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干的 我当时没有想到 这件事是中共人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狂拍的序幕 金千德 指唐菜回家了 好事 祝福他 右眼尖的网民则指出 照片女子的幼角足够露出了一块 叶玫瑰纹身 与早年唐菜公开演出时露出的纹身一模一样 因此认定照片中 女子是唐菜本人 现年43岁的唐菜原籍湖南诸州 1999年以一首祝福祖国红遍大江南北 被以为中国四大名歌课女歌手之一 2010年9月 北京军区整治部占有文工团客招汤菜入伍 空旗一时 曾是将学有筹备的大型音乐剧《雪狼虎》的女主角 在2001年底 汤菜突然开始不再公开露面 又传汤菜和周永康 学采后的大老虎有关系 慎爱入狱 2016年6月 中国网络媒体腾讯探针 曾发布提雷《失联女歌星》 五年过去依旧去向成迷的报道 以不典名的方式 指汤菜曾以化名邹宴 在湖北某女子监狱服刑 并已在2016年春节前获减刑 出狱 接近湖北监狱的知情人士称 女歌星入狱时 罪名是经济犯罪 在监狱中干些砸活 还曾被与内文艺演出队做过指导 但总体上信息保密 极少出头露面 曾多次传出死讯 每逢就中共高层罗马 都必然扯上其名字的居中妖姬 兼公共情妇唐灿 再度复活 从2011年底传出印射贪腐 信贿路被中纪委带走调查的消息后 唐灿就是连至今 唐灿 生于中国湖北省恩师州立川县 远及湖南诸州 一级演员 歌手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之家部 被遇为中国民歌连歌手四小名单之一 图元 VCG2011年底至今 唐灿为公开露面 其后 他的负面新闻报道层出不穷 北京时间2018年5月5日 有推特用户发布一张 据称是唐灿与一男子的照片 随后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照片是唐灿最近探望他老师的合照 照片中的唐灿深 这红裙 偷带发说 念容憔悴不堪 形如大妈 与那个昔日迷倒一众大老虎 且被形容为军中妖姬的唐灿已经大不同 接下来 一组图带你看军中妖姬的唐灿的昔日风采 图元 At My Hope in 此前 有外媒报道 唐灿是卷助周永康 薄熙来政变的核心元物 为薄州两人搜集高层情报和打通 要害关节 唐灿与薄熙来 周永康 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 前军委副主席 学台后的十多名中共高官尤染 固有军中妖姬 公共情妇之称 图元 VCD1975年出身的唐灿 曾被誉为中国民歌女歌手四小名单之一 1996年进入东邦歌舞团 出任一名独唱演员 1999年唐灿与一首祝福祖国一夜而同 后来是从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切林 她曾于2004年被选为出演著名音乐剧 是狼狼窝鱼与把的女主角林静玄 一脚 至此其知名度开始 被两岸三地所属制 但在该剧实演开始后仅仅几场时间 便被剧组出名优许惠心取代 图元 VCD北京时间2010年9月13日 十年35岁高龄的唐灿被特招入伍 加入北京京区的战友文工团 挂注大校军衔 享受副师级待遇 据称这是因为时任中委副主席学才后大力推荐所制 图元 VCD除为唐灿西域军庄长 图元 而平常好 据了解 2011年12月 唐灿曾出现在央视的春暖彩排现场 之后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 唐灿究竟去哪了 随后陆续流传言 指唐灿年设贪腐 幸贿赂被判求七年 甚至已被秘密执行死刑 突来北京时间2010年12月30日 北京 2011年央视员元旦网会录制 涛灿怀旧装扮演唱被遗忘的时光 突然 徐才后 第一位知性女人 图元 VCD虽然中国司法机关 政府部门及权威媒体 都未曾正式发布过有关唐灿涉案 解释审判的消息 但有关他的各种真实的不真实的消息不断曝光 比如他的豪宅和珠宝 奢华和迷烂的生活 宇宙永康 薄熙来等 优然等 突为汤灿身着性感黑色透视装 突然 VCD外界普遍相信 汤灿与中国高官谈佛有关的说法 比较科普的消息指 72011年年底被查后 被关押在湖北某女子监狱服刑 后来证实 据引述湖北某女子监狱的消息人是称 汤灿曾在该监狱服刑 且未用的名 化名邹燕 因一般人无法通过系统内的犯人名单查到 邹燕入狱时 罪名是经济犯罪 突然 汤灿当选 2011年善性天下慈善大典年度慈善明星 突然 VCD之说 汤灿在服刑期间表现还不错 在努力完成劳动改善工作任务的同时 还负责给女球们辅导歌唱 是这座女子监狱新生艺术团的表演骨干 有关人士还透露 汤灿于2015年2月获典型出狱 但具体去哪里不清楚 她在该监狱时也干些杂活 还曾被运内文艺演出队做过指导 但总体上她的信息保密 极少出头露面 图人 VCD除为昔日汤灿身穿 披草 珠宝加身拥雄华贵的照片 图人 VCD昔日汤灿在舞台上表演的照片 图人 VCD虽然关于汤灿的各种传闻充满了淫乱和不堪 但是在其朋友的口中 她不过是一个爱曾分明 火了 关爱别人的普通女子 汤灿曾经的经纪人小丽 助理小草称 其为热爱厨艺与余家 生活上追求完美的人 她吃饭会给别人清理一次 2004年学郎湖发布会上 还曾当众蹲下 为自己的助理剂携带 汤灿在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的老师冯教授 甚至透露 汤灿曾为自己洗脚 剪过脚指甲 汤灿自己的博客中 也都是练瑜伽 做厨艺 陪伴父母 感恩老师等各种充满生活正能量的信息 徒为汤灿出席分享爱 汤灿的爱心计划活动 徒原 VCG令有报道称 汤灿1996年刚到北京时 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那时候东方歌舞团 分给他筒子楼里的一个小房间 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没有厨房 做饭只能在屋门口待的一个炉子上烧 徒为汤灿昔日写真 徒原 到半电影1999年 汤灿有了自己的第一所房子 紧接着很快又搬进了一套富士房 据称搬家时 汤灿说 心里感觉更踏实了 更有一种主人的感觉 由此看出 汤灿亦如普通女子 一般冲进有个家 徒为笑容满面的汤灿 突然 VCG只是与普通女子不同的事 汤灿的快速成功 但随着高官与色情的传言 汤灿不仅被曝光在北京亚军村 有一套不到60平方米的小儿区 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的天安豪园小区 还有一处大宅 天安豪园是高当住下楼 那套房面积都在200多平方米 房屋总价在1500万元一元人民币 约合0.16美元以上 作为他出场标配的各种北村首饰 更是被穿甲值过异 汤灿被视作爱慕屈荣 迷恋奢华的女性代表 突然 都办电影汤灿应和入狱 出狱后的去世人是个迷 甚至她的父母都没有接到过官方任何文件 官方更是一直闭口不语 此后 又有消息称 汤灿曾与周永康的最后一阵秘书于刚登记结婚 但再也没有下文 突然 2011年4月 汤灿出席中国明星慈善网活动 突然 VCG暗曾见 金灵玉树音声响 琴花水泻花开草 谁知道容易冰箫 眼看他起初楼 眼看他眼冰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台地瓦堆 半层睡过风流降 把五十年星王看饱 恐上任桃花扇里的这段话 曾被很多人用来表达金飞西笔之感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一张来路不明的网络照片 再次将曾经红极一时的中国民歌女歌手 群中摇集淘灿腿到了聚荒灯下 类似的感叹通过各种渠道流寸开来 因为照片中的汤灿 没有了珠光废醉 也没有了通神光环 有的只是桥翠笋 如今有谁看齋 被雨雷军中摇集 的女歌手汤灿早年在出席活动时 佩戴大量废醉饰品 愿人注目图圆 VCG当人们在围观汤灿时 究竟在关注什么 或者说 军中摇集从光彩夺目到苍苍满面 究竟抗犯了谁 不想说 在讨餐2011年底 淡出公共视野前后 有关齐传闻 已经是沸沸扬扬 贴的这位女歌手身上的标签 也是个个都劲爆十足 其中有以公共情妇 军中摇集最为引人关注 借今 有关传言其与周永康 薄熙来的有染的消息 也还是云山物证 说不清 也倒不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淡出事业长达七年之久的汤灿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而且东庄市发布只于2011年 而公众每一次都一拥而上 乐此不提的微观 其实亢奋点已经从刚开 使用汤灿亢奋 逐渐过渡到了 为汤灿背后的内幕亢奋 进而满足自我需求的阶段 具体来说 第一阶段之所以因汤灿而亢奋 因为其人本身已经足够看点 貌美 花旦 一级演员 偏爱珠宝贝翠 再加上背靠解放之文工团这座大山 想不受关注 想拖一只光灯 都难 到了第二个阶段 汤灿本身已经不重要 因为其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高管内幕和构当 才更为关键 于是汤灿成为一个隐形 每每出现都能够联习俘罗大众 对于台上未光正 台下滩抚营的想象 而随着周永昌 薄熙来等结局逐一落定 人们进而开始满足自我需求 也就是满足感官上的消遣娱乐 简言之 过过罪隐 丰富一下谈子 也不乏有人从中获得一种身心愉悦感 正如人们疯狂为惯 中国两会期间翻白眼的红蓝记者世界一样 心态如出一辙 虽然围观者当 心态已经变了 但对中国官方而言 与汤灿有关的种种依然是一桩丑闻 骨儿渐和风吹草动都需要谨慎以待 这也就意味着 有关汤灿的风流运势 各色传闻等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今后还将时不时冒出 并被不同需求的人继续消费 毕竟 真相越隐晦 人们发挥的空间也越大 因为身上捆绑的雄主内幕与真相 恐怕汤灿一变有心低调 短期内也很难脱身于广场中央 优优独播剧场——ı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